真正对我们的直观感受是油价会跌 拜登上任的时候 他面临到的问题 是他不断的警告俄罗斯会攻击乌克兰 连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都不相信 美国人不停的在说 包括这次北韩出兵这个俄乌战场 到了俄国已经有一万人过去了 未来这个数字可能会翻十倍 因为朝鲜他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朝鲜的常备军可能是全球第三 非常的庞大的一个士兵总量 你现在在战场上 大家知道的行情是一个工兵 两千美元以上一个月 我们在一些相关的网站看到的爆料是 普京给了三胖 一个士兵一个月三千多美元 对普京来说 不要在国内大量的增兵 搞那么多合同兵 因为2019年开始他已经实现军改了 他的义务兵是只在国内服役的 比如说在库尔斯克战场 包括在今天的乌东已经投票 加入公投 公投加入这个俄罗斯联邦的 这两个乌东的共和国服役 都是合法的 但是再往前就不行了 就超出他法理上的国界 就只能出动合同兵 合同兵是职业军人 他们有为国征战的义务 再加上像瓦格拉这样的在战场第一线的军人 事实上我们能看到的是 普京不想让俄罗斯人死的太多 边疆兵又派不上用场 你像很多表面上支持他的 包括车层的这些 在TikTok上面直播的这些军人 都是来搞笑的 那么他希望有更多的孤中兵加入战场 对他来说来自中国的军人 如果说成对的往上跌 那他是最开心的 但是中国跟西方的贸易 目前 这个贸易量非常大 而且事实上 中国已经顶住了巨大的压力 不断的向俄罗斯出口 俄罗斯所需要的任何装备 你今天看不到 不意味着川普上台以后 你看不到 美国有很多已经掌握的数据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 完全有可能直接放向国际社会 直接公开 其实英国人掌握的可能更多 他们最直接 我们看到的很多新闻 都是来自于英国 而这些新闻 被各大媒体转发了以后 大家知道了 原来中国人向战场输送了一些装备 包括轮式部战 包括轻武器 包括无人机 其实你看到的会更多 你一定要注意 在最近几天里 其实已经有很多新闻了 比如说台湾 禁止向俄罗斯出口机床 日本禁止向俄罗斯出口机床 在过去的四年里 他们一直在出口 在过去更长久的时间里 台湾甚至帮助俄罗斯制造芯片 所有的欧洲国家 对乌克兰的支持 都绕不开一个基本的事实 从俄罗斯向欧洲输送能源 输送石油天然气的管道 有三条途经乌克兰 到今天为止 这三条管道都在运行的 更别说通过中国和印度 转口贸易 俄罗斯有90%的能源 是这样卖出去的 这些在川普上台以后 都会得到改变 川普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他不会跟你绕 他想做一件事 他就会直接告诉你 你可能觉得 他不遵循他任何幕僚的意见 他直接在上厕所的时候 就发个推特 就公布了最新的国策 让他的国务卿都懵逼 是吧 但你别忘了 他真的会这样做 他是一个非常直接的美国人 他疯起来 连他自己都怕 所以这个世界上的独裁者 他不怕你跟他讲道理 他完全可以用民主社会的逻辑 通过你的政策的漏洞来攻击你 而在川普时代很难 至少他上一届想做 而做不到 因为整个官僚体系 是奥巴马留下来的 那么今天 他只能做一届 在未来的四年里 他要做的太多的工作 都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 他没有连任的这种可能 所以他会尽他所能 在四年里做到他想做的事情 这是所有关注他的这些国家 尤其是独裁国家 非常担忧的一点 因为他已经老了 他足够有钱 你又不能告他 除非 参中两院弹劾他 你包括现在的很多案子 当他成为总统以后 都会被豁免 至少在未来的四年里 他不会再被救到法庭 去参加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甚至有很多已经告他的官司 在这四年里 都会停止下来 当然了 他原来交过很多钱 有很多保时金 有可能也会退给他 这样他就更有钱了 他不在乎 你对他的威胁 他的年龄足够大 他想为美国服务的想法 在过去赢得了四年的任期 在未来他还有四年 四年以后他已经82了 就像今天的拜登一样 你想让他参选 他有可能 都找不到下台的路了 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威胁他 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他不会说我在任上 我要做什么事 然后我下台以后 我去写书 然后通过我写的书 挣几千万 一两个亿的这个稿费 他不需要 那么他有私心吗 肯定有 他想留名 他想为自己的企业 争取更大的权益 包括海湖庄园 海湖庄园在他担任总统之前 没有人知道 虽然他有全美 七个标准的高尔夫球场 他其实之前已经足够在业内有名了 但是有更多的美国人 或者其世界上的其他人知道这个庄园吗 不多 他担任总统以来 他所有的娱乐场所 他的这些庄园 很多收费都已经开始调整了 而且这些影响对他旗下的企业 包括他即便离开这个世界 留给他子女的这些企业 有巨大的 连带效应 他实际上是在传承财富给他的子女 他有足够的信心来做这些事 而且是完全合法的 许多人在质疑 为什么他2017年 接待像习近平这样的外国领导人 不去戴卫营去招待 而跑到他自己的庄园 事实上从那一次你就能看得到 他不是完全没有私心 但他所做的一切并没有违法 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 虽然他破产过 但你别忘了 他做脱口秀已经 至少有十几年了 大家认识他 我们对他的 第一时间对他的观感 是一个脱口秀的明星 所以他非常容易拉捏人性 他在商场获得过成功 他在舞台上并不怯场 甚至有人调戏他的时候 他能直接在电视台对你进行反击 直接散你耳光 你见过哪一个政治家这样做过 他以前对自己的要求不是一个政治家 事实上他第一次担任总统的时候 也没把自己当成一个纯正的政客 他一直是一个野生的政治家 他的直率赢得了很多 美国普通民众的欢迎 可能说非常理智的人反感他 尤其是上一次选举的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当面跟我说过 他投票给拜登的原因 是即便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 颁布总统令最多的总统 但是川普是在众议院明显不在他手上 他许多政策不可能获得 参众两院通过的情况下 绕过立法颁布了总统令 他破坏了三权分立的 美国的政治基础 未来四年你不用这么担心了 至少前两年 在中期选举之前 参众两院估计都会在他手上 所以他没有太多的担心 这一次 他比上一届还会猛 他没有连任的压力 他年龄足够大 他想轻史留名 同时他又想完成 他竞选时候的承诺 你可以观察一下 在过去的几届领导人中间 有哪一个像他这样大比例的完成 他在竞选过程中的承诺 他在竞选中的承诺